好,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们好 我们再给点掌声,隔壁左右 欢迎每一位来到我们当中 今天很可能大家 都来看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 来接受这个洗礼 你们等她们来欢喜快乐 可能你会觉得 只是她们才是主角 其实今天的主角可能会转一点 我们的新朋友忽然之间 你们成为主角 所以我们再给点掌声 我们的新朋友 我们热烈的来欢迎 我们的新朋友 今天要跟大家讲解一下水泥 我们要受洗,稍后会推出来 从前没看过的 今天有机会来进入基督教的洗礼仪式 你会知道怎样洗法 但是我们不单只知道怎样洗法 我们最重要是知道洗礼的意义 特别是我们信了主的人 我们要明白洗礼是非常之重要的 非常之重要的 我们开始看一下PowerPoint 原来水是非常之重要的 你和旁边有个说的水是非常之重要的 曾经有一个日本的科学家 他叫做Masaru Emoto 他写了一本书叫The Hidden Messages in Water 就是在水里面有一个隐藏的信息 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样子 他写了一本书 他发现原来水进行结晶的时候 会因为一些情况改变他的结晶 大家看第一幅 第一幅 原来当你讲一些很快乐的东西 向着水讲 然后去到冰点的时候 开始成为水的结晶 它就会产生一些很美丽的结晶 但是第二幅 如果你在一些不好的情况下 来对待一些水 例如你放一些水进去Microwave 这一幅就变成另外一个结晶 以下来你还看到有一些特别的情况 如果你向着水来做一个祈祷 祈祷之前水的结晶的状态就是这样 比较混乱 但是你当祈祷完肚的时候 水进入结晶的状态是非常美丽的 如果你向水说 Thank you 我多谢你 那又会很美丽的 但是你如果说 You make me sick 你令我作呕 我要杀了你 如果你当这样向水来说话的时候 水的结晶就出现这样的状态了 当然如果你说我很爱 水呀水呀 我很喜欢你 我很爱你 很多谢你 你人生供应了很多的生命气息 水就会发出一些水花是非常之靓的 原来你用不同话来说多谢下一章 你这个水的结晶也有点不同 曾经广州有一个小学生做了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是什么呢 它就分为有三组的米饭 煮熟了的饭 放在三个瓶里面 放在冰箱 一组的饭叫什么呢 叫赞美的 每天他就拿这瓶饭出来 然后向他说赞美的说话 你真是好美呀 你真是好吃呀 你白雪雪呀 用尽地齐好话来跟这些饭说 然后第二个瓶 第二个瓶装到这些饭 它就不理他 叫做不闻不闻 即是不要理他 第三个瓶装到那些饭 他就每天做一个实验 就骂他 你看你多肉酸 你看你多烈 愈来愈恶,我不喜欢你,我不要你,我不认识你 结果一个多月之后 这个学生后来也做了这个实验 登了在报纸上 第一个赞美祖 赞美祖的饭变成了什么 是非常白有光泽 少少黄,但是非常漂亮 第二祖不闻不闻的饭 这饭变成了黄黄黄,想枯毁 最惨是咒座祖 就是常常骂那堆饭 那堆饭变成了什么 是黑黄黄,不可以看,不可以吃 还发出臭味的一种情况 原来这个饭里面的水 是受到一些环境和一些说话来影响 所以今天我们呢 如果一会儿完了,有机会 第一,祝福我们新受浸的姐妹 原本平日呢 你很少要赞美她的 今天可以大赞特赞 那我们的新朋友 因为呢 你都可能今天成为一个主角 成为一个主角 那我们的顶姐妹呢 也可以来和你握手 恭喜一下你,祝福一下你 赞美一下你 你个人都会很不同 原因呢,原来水非常之重要 那如果一般我们知道呢 水有什么重要性呢 水第一,可以维持生命 原来人体的百分之七十 都是水分 你的血液呢,百分之九十二是水分 所以呢,三日不喝水 三日以上不喝水呢 基本上呢,我们就很难维持我们的生命 所以呢,水第一呢 就是维持生命 以及供应我们继续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 没有了水是不行的 那第二样东西呢 水的功用就是运输了 原来呢,我们的血液呢 是非常之重要的 为什么呢 生命藏在血液里面呢 你没有了血呢 你又是很难生存的 因为呢 那些血液呢 是用来运输一些养分 去到我们的身体每一个功能 令到呢 我们呢 继续可以生存下去 那今天呢 我们很多人呢 都血管有病啊 或者血压不正常 高血压啊 心脏病啊 等等呢 都很快的 导致我们呢 没有了生命 所以原来呢 水分是非常之重要 另外呢 水分呢 还有一个的作用 这一个呢 就是清洁和排毒的作用 你可以跟隔壁说 看你这样的样子 都要稠静一下了 我们每个现代人 正常的现代人 除非你有些癖好 这样呢 应该呢 每天都进行清洁 清洁 洗澡 或者呢 不是叫洗礼 你用花灑来洗自己 我们呢 要进入清洁 原来呢 人呢 是需要水 甚至呢 永恒的角度呢 都是需要水的 我们先读一篇的 一两节的经文 我们呢 一起来看这两节的经文 我们可以一起来宣读出来 耶稣 中陪搭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和对你说 我给你水的事 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给你活水 人若渴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头成为全员 直涌到永生 这一次 这个对话呢 就是耶稣呢 和一个 叫做 撒马利亚族的一个女人 来到说话 那说话的时候呢 耶稣呢 就透露了 你可以问我 我给你一种水 叫做活水 叫做活水 不知道大家呢 就是买过 世上最贵的水吗 我听闻呢 世上呢 有一种最贵的水 可以卖几十元美金 那大家当然不舍得喝 如果你愈不舍得喝 就越浪费了 那 原来有些这么贵的水 但是呢 耶稣基督呢 会提供 我们呢 有一种叫活水 Living Water 那这一个活水呢 忽然之间呢 临到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呢 其实呢 是无厉害的 这个女人呢 可以说呢 在街上呢 遇到一个陌生人 这个陌生人叫什么名字呢 叫耶稣 那么呢 他本来呢 在中午的时候呢 是非常之太阳 非常之猛烈的时候呢 他来 所谓呢 打水 哇 为什么这个人呢 在中午来到打水呢 原来他背后有这个故事呢 这个女人呢 是不敢呢 早上早上来到打水 不敢在黄昏来到打水 为什么要在日头很猛烈来到打水呢 原来呢 他的人生是非常之 就是 不光彩的 为什么不光彩呢 原来呢 他有五个丈夫 结过五次分 但是呢 又来过五次分 那么 如今呢 跟他呢 居住在一起呢 是一个同居的男友 那么 古时候呢 整条村呢 就是 住的人呢 什么都知道啦 你的事啊 什么都知道啦 所以这个妇女呢 虽然在那里呢 有些人呢 一起住 但是呢 她从来呢 不敢呢 正面来到面对那些人 大家想想 如果呢 我们有一些 这么不光彩的人生呢 照计呢 我们应该一路不开心 她有个可能性呢 就是 不想继续结婚 所以她才是同居 但是如果她继续结婚 可能预测到呢 她下一轮呢 也是再离婚 原来呢 每个人呢 心里面呢 都会有一个空洞的 这个空洞呢 我们呢 想找人来填补 所以呢 为什么呢 我们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追逐了 男生追女生呢 现在进入现代的阶段呢 就男女平等的时候呢 可能女仔追男仔 那我们呢 就要追求一些 我们所爱慕的东西 但是你会发觉呢 当人年纪大的时候呢 甚至我们结婚了 你又才可能发现到呢 原来没有一个人呢 可以完全满足到我们的心灵世界 不知道有多少人有同感 你身边呢 又没有了你的太太 没有了你的丈夫 你可以举手的 咦 都没有人敢举手 小部分 但是告诉大家 永远 终于有些人说很恩爱的 夫妻也好 是填补不了我们心灵的一个空洞 那空洞呢 有人仍然说 好像宇宙的黑洞那样 哇 又黑暗又呢 很强大的吸力 我想寻找一些东西 来到满足我的人生 满足我 以至到呢 我得到极大的喜乐 但结果呢 我们找来找去呢 找不到 我们只能够找到一些替代品 你很可能呢 如果小时候 小朋友呢 你会喜欢什么呢 可能有自己的hobbies 有自己的嗜好 可能有些人呢 可能有些人呢 杂油 可能有些人呢 砌模型 可能有些呢 就是玩nego 那 但是呢 你会发现呢 这些东西呢 都填补不了我们的 我们里面呢 好像呢 啊 时常在找一些东西 找一些东西 啊 希望我大过了呢 找到一个美满的鱼翼狼骨 或者呢 一个呢 白雪公主 啊 曾经有没有人想想过啊 白雪公主 真的没有 又没有 啊 今天大家呢 好含蓄啊 啊 如果呢 我们今天不是教会呢 可能大家都已经追逐中了 啊 究竟街上呢 有哪个呢 白雪公主啊 有哪个呢 白马王子啊 那当我们呢 找到的时候呢 可能都未必好啊 哇 带给你有很多伤心事啊 很多人呢 都不是第一次拍拖呢 就是第一次呢 能够结婚啊 可能呢 两次三次 就是好像以我那样的条件呢 我都要三次才能够成功 啊 就是不好意思啊 就是爆自己的壞事啊 就是你会不成功 你会不满足 你会呢 因为自己都有问题呢 而呢 破坏了你所谓呢 一个呢 美满的幸福恩怨 啊 原来呢 人就是一个麻烦 人原来呢 里面就是这样 那这一个女士呢 哇 她带了五段的婚姻 而第六段 她都不敢进入去的一个人呢 她的心灵里面呢 是非常之难过 非常之自卑 非常之觉得 羞恥 所以呢 她不敢呢 她面对人群 不敢呢 正常地出来 和别人社交 哎呦 大家打水啊 我们聊聊天 她不敢啊 不敢啊 一个这样的人啊 照计呢 她以后的人生呢 应该是越来越黑暗的 甚至呢 可能呢 好像香港呢 或者现在现代城市里面 很多人呢 就用一些的招数 来到结束她的生命 可能烧炭啊 可能呢 跳楼啊 可能呢 其他的方式 来到结束自己的生命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呢 可能呢 拍拖上面呢 人家对方对我们不好 原因呢 就是我们里面 每个人呢 都有一个黑洞 这一个黑洞呢 只有一位呢 全能的真神 才可以满足到我们 那 在这一日的 中午的时候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 就遇到一个人 这个人呢 叫耶稣 耶稣呢 耶稣呢 原本呢 本来想问她 拿水的 但是呢 聊聊聊聊天的时候呢 耶稣 忽然之间 就反过来 就 提供她 一种水 这种叫活水 什么叫活水呢 他后来说 人弱渴 我所切的水 就永远不渴 我所切的水 要在他里头 成为全员 直 涌到永生 哇 她开始呢 和这个妇女呢 不是说她的婚姻问题 不是说她的家庭问题 不是说她的感情 怎样做好些 来到下一段好的婚姻 她忽然之间 提到一个很远的概念 一个很远的概念 那个概念呢 就是 因为 你可能 又 榮生 不知道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 大家想想 你忽然之间 今天被邀请来 一个很特别的聚会 这个特别的聚会 如果有一位陌生人 他给你一个礼物 这个礼物呢 称为 永远的生命 你会怎样 哇 一个永远的生命 很多人可能 说我不懂 但是呢 你走走走 你就会继续想这个问题 为什么想这个问题呢 年纪小 可能是追逐 世界上的东西 来填补自己 但是当你人大了的时候 好像发觉 我们这些年纪 我们开始注意健康 我们开始注意 下一步如何 所以到了差不多年纪的时候 别人祝你生日快乐 第一你笑不出 差不多跟你说 你又近死亡多一天 你原来说 我七十岁生日 恭喜你 七十岁大寿 心里面 立刻想 七十岁 距离死又近些 过多几年 大家都不见了 心里面说这些说话 哇 这是一个事实 人有些选择 是没得选择的 第一 我们是可以 是不可以选择 不来到这个世界上 所以你和旁边 你没得选择 你已经来了 很可惜 你已经来了 你不可以说 撑着妈妈的肚子 我顶着 我不出去 应该报告 有个新生的婴儿 在我们当中 出生 你不可以 跟妈妈说 我撑着 我撑着我不出来 因为 我们是没得选择 就算你多大力 撑着 医生都会挤你出来 你再不出来 我开刀切了 然后 撑你出来 用强步来 撑我们出来 我们就这样 来到世界上 另外一个 没有得选择 就是我们 不能选择不离开这个世界 你和旁边说 我告诉你 一个不幸的消息 你是没得选择 有一天 你不会再在这里 是事实 虽然不太好听 但是是事实 但是耶稣说了一个终极的答案 给这个女士 而令到这个女士 整个人生都完全的改变 第一 人生不只是几十年 人生原来有一个去向 这个去向就是永恒的家乡 如果你来自不同的宗教信仰 很可能你都听过 死了之后 为什么你要做那些仪式 原因你知道呢 死了之后 不是这么简单 死了之后就有灵魂 所以有些人 所谓要打齋 要超渡 还有些人 赚了你的钱 你都强行被人冤枉了 如果人家说 你烧些东西 给你死了的人 曾经台湾都卖过 有些做得好的 就是独立的花园别墅 很便宜 不需要很多钱 不需要几百万 你就可以让你的亲朋 在城市里面 有一个独立 有游泳池的花园 如果你要有便宜 可以有便宜 甚至香港人很多 如果去上海街 你就会看到 有些菲律宾工人 不好意思 如果有 可能会有印尼工人 或者有些泰勇 被我们租资 但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的东西真的收到 我的东西真的收到 如果是收到的时候 照计我们今天 不用那么担心 我们的住楼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将来 还住得更加好 对不对 照他今天人人都买 你和隔壁都买 你今天都买好了 我以前未享受过泳池 现在有独立泳池 我将来在那里非常之好 原来人是有些概念 而有些人也借着我们 这些概念 来到去 就是赚我们的钱 但今天要告诉大家 耶稣不需要赚我们的钱 耶稣是要给我们最好的 耶稣和这个毫无盼望 毫无传望 毫无盼望 毫无盼望的 这个妇人 不是讨论她 现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而是可以给她 一个终极的答案 你知不知 我给你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可以 一直用到永远 好了 正不正 你和隔壁都说 今天耶稣要给这些东西 是用到永远的 大家都不给的 好正 耶稣说 你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喝 他不是说到地上的水 地上的水 我们喝完要再喝 但是唯有一种熟灵的水 这种是永远不喝 如果你不多不少 你都认识基督教的朋友 又或者很多信耶稣的人 你会发现他们的生命 有一些特质 就是他信主前是很不同的 信主后他有一些特质 当有基督教的朋友 如果你继续参加我们的基督教仪式 我们都有少少仪式 除了洗礼有仪式之外 结婚有基督教的婚礼 接着基督教有基督教的桑礼 如果你有机会去参观基督教桑礼 基督教桑礼是很特别的 第一 鲜花特别多 花是代表生命 另外 发现那些字句很不同 我们的字句告诉我们 安息主怀 我们识去世上的老虎 原来我们在世上 就是要面对很多头疼 解决不了的问题 但是在永恒里面 我们就得到一个休息 我们不再需要面对 而圣经告诉我们 在永恒里面 我们信耶稣而受洗的人 我们会如何 我们永远得罪生命 而且这个生命是极丰盛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强壮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叫我们无病无痛 我们在永恒里面 再发现不到我们有关切炎 在永恒里面 甚至我们没有近视 有些人上过去天堂 他回来说给我们 上到天上面 你举目能够观看千里 哇 正不正 今天我们要戴眼镜 戴眼镜 但是在永恒里面 我们不再需要 在永恒里面 是极其的快乐 为什么呢 刚才我们唱歌这么兴奋 我们预演一次 预演一次 其实在天堂 天天都是party 24小时都是party 天天都是慶祝 我们同一位大能的真神 永远同在 而一位大能的真神 就是供应我们的生命 直到永远 还有现在我们的容貌 我们将来会发生改变 所以不是永生 不是单单一个概念 而是一个 我们要进去 来享受一个永恒的礼物 以一个永恒的礼物 才能够填补我们 一个极大的空洞 在我们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 人人都需要 这位神 需要耶稣 需要他来提供这个活水 让我们永远不可 是不是 让我们永远来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人世间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 或者绝大部分的东西 都不能留在永远 就算你有一天 赚到亿万富豪 我们不能够带一栋楼 甚至一构砖 去到永恒 曾经有些人 墮海 带着金砖墮海 你带着金砖墮海 你就越沉得快 对吧 唯有你放松自己的时候 你才能够得救 今天最大的问题 不是我们没有问题 不是人现时 立刻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 但是耶稣可以带给我们 终极问题的解决 将来 无论你的人生过得好不好 你的无字命写得好不好 你有没有留下来 写你自己人生的传句 都不要紧 最重要是你去哪里 而你去到那里 是极其快乐的时候 人生很多事情 都只不过是一个影异 你曾经很伤心 很多问题 很多解决不了 甚至你想过自杀 今天我祈祷的时候 领受过有些人 在婚姻出现了问题 如果是你的时候 今天你需要耶稣 只有耶稣才能够帮助你 有些人有身体上的问题 今天领受 有些人有腰痛的问题 耶稣可以帮助你 而最终的就是 耶稣给我们一个健康 而永远快乐的生命 所以我们的姐妹 他们来参加受洗 因为地上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都要过去 唯有永恒的东西 我们今天能够选择到 你今天就得了一个极大的礼物 所以亲爱的朋友 你们今天来到的时候 如果你肯接受 就等于你走在街上 忽然有个抽奖 抽奖到一个大的楼房给你 得了一个汽车给你 但可以告诉大家 因为这些都终要过去 唯有我们这位神 祂所提供 永恒的活水 直涌流到永生 这个水在启示录 那里怎么再说呢 原来在天上面 有一道叫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在河这边 于那边有生命树 结十二样的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以后再没有有咒作 在城里面有神和羔羊的宝座 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这个侍奉他就是敬拜他 原来在永恒里面 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有一条生命河 是提供我们有果子 和有医治 所以我们在永恒里面 我们是非常快乐 和我们不再需要担心我们健康的地方 那我们怎样才有资格 来进入将来这个永恒的角度 解决我们终极的问题呢 下一条 我们只需要来到一个洗礼 让我们一起读出来耶稣说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或圣灵生的 折旗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女来渴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福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 要受圣灵的雪 今天我们只需要很简单地进行一个水礼 而水礼代表着背后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来开始工作 你说这些水有什么特别呢 我们就不会用几十元一瓶水来倒下去 坦白说也是我们的水喉水 我们的水喉水的水管水箱洗得干不干净呢 我们不知道 没有特意询过 但是这些水是象征到我们进入上帝一个看不见的角度里面 有一位神 这位神称为圣父圣子圣灵 圣父和圣子在天上 而圣灵就开始运行在我们当中 藉着我们的水泥来更新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的心灵来打开的时候 这位神就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开始成为活水 而且这个活水是涌流出来 好像活水江河那样 大家想象一下 你如果是一个有钱人 天天给不尽的水 不是水 都是水为财 你天天去施予给别人 给不同的金钱 去周祭其他人 可想说可以告诉大家 在世上都绝少 但是神应许过信耶稣基督的人 他里面有一种能力 有一种祝福的能力 有一种从永恒而来的恩典和能力 他可以继续去祝福其他人 帮助其他人 来去看出其他人 来到不只是关顾自己 因为他自己里面的黑洞 已经被神完全充满和解决 他开始里面有一种活水 并且涌流 像江河那样 所以你那时候 你会看到 这个记录图 为什么会 去到非洲 来周祭一些贫穷人 你会看到 为什么有一些人 竟然可以放下 他的高薪后职 做一些 去帮助人的工作 除了有一位神 还有背后 应许过我们 有永恒的价值 我一位神 我相信 那些人 所谓做善事 如果去为其他的原因 去做一刻 会枯干 为名誉 会枯干 如果为自己有多少钱 才有钱 才会枯干 但是原因 他里面 有一位永恒大能的神 和圣灵的能力 事上的充满他 他就不其然 不自觉 并且涌流不主 来继续帮助人 祝福人 成为其他人 很大的祝福 今天你需要耶稣 不单止是解决 你心灵里面的问题 耶稣要帮助你 并且圣灵要充满你 圣灵要成为你人生的能力 成为你人生的光彩 成为你人生的丰盛的原动力 你去到哪里 你不用忧愁 香港人整天都很担心 担心有少少危机 福岛的地震 我们会盲腸盐 就是抢那些盐 我们可能有泰国 有些米出了问题 我们马上要抢米 所以未来 绝对有这些事情重新发生 但是如果你有了这位神 是创造宇宙万物 一位拥有宇宙万物的一位真神 可以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你里面就好像耶稣基督说 从他的福中要流出活水江海 今天你需要耶稣 并且耶稣 借着洗礼 带给了一个更加重要的功用 我们看下一章 这个功用是什么呢 就是在旧约的以西结书那里有话语说 我必用清水灑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洁净了 我要洁净你们 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蔑 弃掉一切的偶像 原来水有一个洁净的作用 水是可以来到洗淨我们不单身上的污垢 并且可以洗滴我们灵魂一切的罪污 人生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身体的毛病 而是我们的心灵有毛病 心灵有毛病 你是可以做不到事情 我曾经经历过心灵极大的问题的时候 我坐在这里 其实世界物质上来说是很好 但是你是做不到事情 因为你掉下了一个极大的心愿 香港患有抑鬱症的人 遗数都不少 是数以十万计的 人的心灵出了毛病 他可能会自杀 他可以很健康 但是会自杀 就变成一个不健康的人 并且要面对死亡的人 不用有大自然的灾害 不用有危机出现 但是他因为心灵出了问题 而这个撒马尼亚妇人 他绝对如果再处理不了他人生的问题 他下一个步骤可能就面对自杀 但他忽然之间在街上遇到一个陌生人 这个陌生人耶稣告诉他 你问我吧 我给你一些活水 现在这个活水 如果你看圣经故事 在约翰福音记载 他没有拿到耶稣真实的水 他也没有喝到耶稣真实的水 他听到一段时间 他忽然之间 就将水罐 水桶 丢下来 然后冲进城 冲进城 告诉我们 我会遇到一位神 那我的人要 怎样我 怎样相信你 这个撒马尼亚妇人就说 他说他将我从前所发生的事 他说出来 哇 这就是神 你们出来 你们亲自认识他 结果就整班撒马尼亚人出到去 遇见耶稣 听到耶稣的讲解 永恒的真理的时候 他们都信了耶稣 哇 这个妇人 其实他跟耶稣说了 不够十分钟的说话 但是呢 他开始里面有一种动力 这种动力就是 我不要打水了 现在呢 我口渴都不用喝这些水了 我反而 反而有一种动力 我关心到 城里面有很多人 需要解决他们心灵问题 都要来啊 都要来啊 所以 为什么呢 我们受洗的弟兄姐妹 他要邀请大家来 因为他经历过满足 因为他经历到 神的生命 进入他们的生命 开始发生一个极大的变化 他不再需要 来到担忧自己的问题 他反而 要成为其他人的祝福 所以 如果你今天是被邀请 不是偶然的 上帝藉着其他人 神的灵进入他们的生命 开始转化他的生命 然后他们呢 来到去 开始祝福大家 而你来到当中 如果你得到最大的果效 就是什么呢 你的心灵呢 你开始要面对一下 多么你说 我人心没有问题 我不需要 不要紧 但事实上 我通常在台上看得比较 准些 开始有人在你的心 上帝开始触摸你的心 他最知道你心里面的问题 你要打开你的心 你只要打开你的心 你让耶稣 成为圣灵 来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甚至有一些 看不见人生里面的污垢 成为洗礼来洗滴我们 人心里面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一个罪咎的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有时候呢 有些小朋友偷了些东西 他到了大过 他都会想起 哎呀 我以前偷过我姐姐 我搖过她的钱 我偷了几百元 总而几百元不是很多 但是呢 那些叫做罪咎 哇 继续控诉着我们 何况我们人生如果经历过一个极大的 不好的情况 好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说你的人生 那个罪咎和罪责 一直追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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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但是今天耶稣要释放我们 那些事情 是可以完全的洗脱 完全的处理好 处理好之后呢 你好像一个新人那样 我们呢 没有人可以控诉我们 我们呢 我们呢 活在自由里面 我们活在快乐里面 这一位只有耶稣才可以帮到我们 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 用他的血 来到去洗滴我们 原本他是没有罪的 他背了我们的罪 背了我们的罪 然后呢 来到他 加刑法在他的身上 所以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 今天你需要的 是这一位的神 这一位的神 他是看不见的 但是 他的的确确 存在在我们这个宇宙人生当中 他正在寻找我们 并且去赐福给我们 在二千年 从耶稣基督降生为人 到如今二千年里面 有超过二十几亿的人口 是相信 认识耶稣 如果他不是真神 他也没有这样的能力 来到改变我们的生命 恐怕呢 不会有那么多人去认识 和相信 他 并且呢 有人肯甘愿为他来到牺牲 原因 我们这位神呢 就是牺牲的神 如果你去过不同的妙语 你拜祭过其他的所谓神 你会发觉呢 那个感觉很不同 我都入过妙语 第一呢 入妙语 特别是那些正规大型的妙语 一进门口 有几个大公仔在两边 那些称为四大天王 又拿着银子 所以你一进去的时候 你很害怕 我不知道大家 你来到教堂的时候 有没有门口 有几个大只佬挖着你 如果有几个大只佬挖着你 那应该会炒鱿子 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呢 我们的神是一位爱的神 我们的神是肯牺牲自己的神 你的男朋友和女朋友 走到某一个地步 他可以是不牺牲 不可以为你牺牲 但我们的耶稣基督 已经牺牲了他自己 无论你懂不懂他 他也是为了我们 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钉在十字架上面 他流出的补血 目的就是要洗净我们一切里面的罪疚 今天我们只要犯伤信 耶稣基督来接受洗礼的人 圣经允许过我们 我们的罪得射灭 以后再没有人来提 天上面的神不再提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永恒的解决方案 上帝只有欢迎我们 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只有一个去向 就是一个去到永恒的角度 今天早晨 上帝要邀请你 圣灵要邀请你 来接受这位上帝 这位上帝 他可以来到你的心中 你不再需要去那些庙宇 而 你 时常都可以向这位神来祈祷 因为他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在这个时候 让我们一起眉眼一会 上帝有些说话要跟大家说 今天上帝要向一些 心灵有伤痛的人 来显露 但上帝的灵向大家显露的时候 他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爱你 爱到底 他要告诉你你是可爱 他要告诉你 已经为你永恒 里面预备了一个归宿 就是永恒的角度 在这个永恒的角度里面 再没有眼泪 再没有忧愁 再没有痛苦 在永恒的角度里面 只有天天喜乐 在永恒的角度里面 我们四周围的人 都是行善良善 和单纯的人 我们在那里再没有伤害 再没有刺痛 所以今天当中 我们有朋友 你的心里面有刺痛 你可以来和我 一起做以下的祈祷 我们邀请这一位神 进入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邀请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去成为我们的活水光河 不单只解决我们在地上的问题 并且他要提供 永远远远快乐的生命 给我们 所以亲爱的朋友 大家 如果觉得有这样的需要 你可以跟着牧师 来做祷告 牧师说一句 你说一句 来祷告这一位 可以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并且爱我们的真神 我们可以一同地来开声祷告 我说一句 大家说一句 亲爱的天父 我今天很想认识你 因为在你里面有活水光河 因为你预备了人有永生 我很想信靠你 求你帮助我 让我以后的日子 多多的认识你 并且大大的经历你 我如今谦卑我自己 打开我的心灵 承认我过往的无知 不认识你 甚至可能得罪你 并且嘲笑信耶稣的人 求你赦免我 求你赦免我 如今我打开我的心灵 邀请耶稣进入我的心内 圣灵的同时 邀请你进入我心里面 永远住在我里面 好像活水光河一样 可以涌流出去 直涌到永生 直涌到永生 叫我的心灵世界 永远不寒 我又承认我们的神 我愿意接纳你成为我的天父 我要作你的儿女 因为你爱我 我都很想回应你的爱 求天父收纳我 我又乐意接受耶稣 为我而牺牲 所流出的补血 使剩我一切的罪咎 从今以后 我不再被定罪 每天都迎接喜乐 将来亦迎接永生 求主听我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就是代表我们 认同刚才的祷告 如果刚才有朋友 你都做这个祈祷的话 你轻轻举起手 表示一下 好 看得见了 我们给他们一些掌声 还有没有 有做这个祷告 耶稣爱你 今天祂就要送这份大礼物给你 你不要犹豫 当你接受 你人生 就要脱离这个交叉点 开始进入一个 极其丰盛的人生 就是耶稣应许过我们 愿神来祝福大家 我们可以进入下一个 到最后的祷告 这个祷告 我会给你第一次 请大家收拾一下